哎,这不是小五妹妹吗?小五妹妹,你怎么也来收集这些长头发了? 哦,原来唐僧哥子说,她最喜欢长头发的女孩了,所以呀,小五妹妹,她才会来到这里收集这些长头发。 哎呀,既然是这样,那么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小五妹妹,还能收集这么多又长又美的头发,哇,这么多的大齿轮子,不过你不要担心,我来帮助你,我们绕开它。 哇塞,哇,马上到终点,我们换上一个最美的颜色,哇,你看你的头发,好漂亮呀,来,看看能有多长呢? 天呐,天呐,这么老长,我的天呐,小五妹妹,你也太漂亮了。 哎,这个猪猪亲,你怎么也来收集长头发了呀? 哎呀,原来呀,她说,她也喜欢唐僧哥哥,所以呀,她也想收集长头发,让唐僧哥哥喜欢她。 这怎么可能呀,猪猪亲,你快放弃吧,唐僧哥哥,这属于我的小五妹妹的,你呀是别想和她抢,我呀是不会让你收集一个长头发的。 她还不相信,马上到终点,给她换下一个最难看的颜色,来,看一下她的头发能有多长呢? 我的天呐,就这么长,猪猪亲,你是没有机会的。